传统印刷、数位印刷,差别有哪些?七大点带您认识。 针对数位印刷与传统印刷,一生整理出七个方向进行比较,今天就要带大家实际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哦。 1.作业流程。数位印刷,从设计、制板、印刷,可单机单人一贯作业,只要按照操作流程进行设置,便可大量印制精致的产品。 2.传统印刷,分成制板、晒板、套色等不同步骤,在抓色,排版上因难度较高且不精准,需耗费较多人力与时间。 2.色彩限制。数位印刷,精密的以全彩,间层色印制,色域较为宽广,印制度及印制品质较佳。 传统印刷,每款颜色需令开心版,间层色需多色版印制,品质亦不如数位印刷细致。 3.成本控制。数位印刷,以电脑作业,不需开立色板形成囤积库存,不会有额外印制成本,只需依照所需数量生产即可,符合少量客制印制。 4.传统印刷,每个颜色需要独立色版,需印制较大量才能平衡成本,较不适合少量印刷,亦增加了客制的成本与难度。 4.材质应用。数位印刷,适用多种材质印刷,如包材,PVC卡片,马克杯,衣物,可变性及弹性较高。 5.传统印刷,材质限制较多,因反复的转印程序多用于纸张,适用可变性较低。 5.作业效率。数位印刷,界面操作简单,省去反复过程,即印即干,数小时就能快速交件。 5.传统印刷,工时需经历开板,晒板,套印,等待油墨干燥,需要较长的供期。 6.附加价值。数位印刷,可因应特质化需求,数位UV直分可以印制浮雕效果,增加产品附加价值。 5.传统印刷,印制技术操作复杂,但成果单一且无法印制材质效果,产品价值较难提升。 7.污染程度。数位印刷,不需开板,减少网板与化学药剂污染,且于指定面积进行分印,较不会造成浪费。 传统印刷,开板后则需存放色板,制板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药剂亦造成环境污染。 希望透过以上7点,能帮助大家更快认识传统印刷与数位印刷,假如有需求或疑惑,都能透过线上咨询或直接来电,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。 一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直噴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